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此前在花旗2025全球科技、媒体与电信峰会上表示, 公司会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股权资金偿还2025年底前到期的债务。 Zinsner回顾称,在获得美国政府注资前,英特尔仍有约57亿美元的补助款未落实, 另外,已到账的22亿美元拨款还存在追索权,同时来自晶片法案的30亿美元安全非地资金同样不明朗。 但在获得当时美国政府投资后,这些不确定性被消除,资金转化为股权, 并且除30亿美元分阶段波幅外,其余资金已提前到账。 不过,美国政府的投票将与董事会建议保持一致,不会干预公司营运。 随着Otero剥离在数周内完成,公司还将额外获得35亿美元资金, 软银的投资也很快完成审批。 英特尔计划利用资金偿还今年到期的38亿美元债务, 并且不打算对其中任何部分进行再融资。 Zinsner在针对花旗分析师Christopher Denley关于拆分代工业务的提问时回应称, 这并非不可能,但短期内不太可能。 他还补充称,受制于政府持有的认股权,即便出售股权, 代工业务出售比例也不会超过49%, 他承认英特尔过去几年存在超前投资失误, 这对他们并不有利。 不过他同时强调, 执行长陈立武对下一代Intel 14a制程愈发有信心, 尽管仍存在Intel 14a无法吸引客户的风险, 但他认为可能性相对较低。 他还透露,Intel 14a制程的成本将高于Intel 18a, 主要原因在于需要引入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 High-Lay UV设备,以及更多的曝光步骤。 在过去几年内,Intel已将部分产品交由台积电代工。 目前,Lunar Lake和Aerolake系列产品均依赖台积电。 Zinsner坦言,英特尔会将产品放在台积电生产, 你知道,实际上是永远。 台积电对英特尔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。 他指出,目前约30%的英特尔产品来自台积电。 虽然未来这一比例会下降, 但仍将显著高于10年前的水平。 英特尔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将取决于代工业务的表现 以及不同产品的生产需求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 英特尔也不得不持续仰赖的这家全球半导体制造龙头。 台积电日前宣布多项战略调整, 包括计划在两年内退出氮化加G-AN代工业务。 关闭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6英寸5R晶圆厂, 并整合三座8英寸晶圆厂资源, 以优化资产配置并聚焦先进制造技术。 据了解,台积电将整合位于新竹的三座8英寸晶圆厂, Fib3、Fib5和Fib8, 并计划将最多30%的员工重新部署至南部科学园区STSP和高雄工厂。 此局旨在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, 降低营运成本, 同时提升资产利用效率。 此次战略调整中, 台积电明确了新的业务中心。 其中,6英寸Fib2晶圆厂将转型为COPO-S面板及封装工厂, 而8英寸晶圆厂将重点投入EUV及紫外曝光光照保护膜的内部生产。 这一举措旨在减少对ASML及其供应链的依赖, 同时提高先进工艺的良率并控制成本。 随着半导体工艺节点向7奈米以下推进, EUV曝光技术成为关键, 但成本居高不下。 ASML EUV曝光机单价约1.5亿美元, 最新的HiLA EUV系统更是超过3.5亿美元。 面对成本压力,台积电已减少HiLA订单, 并加速内部研发已提升EUV良率, 其中保护膜技术被视为关键突破口。 消息人士指出,台积电退出GAN代工业务, 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企业在第三代半导体市场的激烈价格竞争。 目前,包括瑞萨电子、德州仪器、英费林等国际厂商 均在扩大GAN产能, 而中国企业也在加速相关专案布局。 在此背景下,台积电选择将资源集中于 更具技术壁垒的先进封装和EUV领域。 分析师表示,台积电自主研发EUV保护膜技术, 有望优化生产流程、提高良率并降低成本, 进一步巩固其在先进制成领域的领先地位。 尽管保护膜技术面临专利等挑战, 但相关设备和材料供应商可能受益于台积电的转型需求。 据悉,台积电已向世界先进VIS和VSMC等企业出售部分旧设备, 交易金额达7100万至7300万美元,为业务调整铺路。 在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,全力供先进制成和先进封装的目标之下。 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将逐步把部分40奈米至90奈米订单外包给此公司世界先进, 除了宣布逐科6英寸晶圆二厂停产, 两年内逐步退出氮化加GAN代工业务。 先前已经将部分机器设备出售给世界先进与恩质浦NXP在新加坡成立的核资公司VSMC, 台积电将资源重点转向毛利更高业务的方向移定。 台积电董事长继总裁魏哲嘉此前表示, 台积电会努力卖他们该有的价值, 长期毛利率53%的目标不变。 近期传出台积电先进制成全面涨价的消息, 继续冲刺毛利更高的先进封装。 对于成熟制成业务, 业内人士表示, 台积电逐渐将该业务转给世界先进以成定局。 从台积电各制成营收占比也能看出端倪, 台积电2024年第一季时, 7奈米及以下先进制成营收占比为65%, 但在短短一年后的2025年第一季已经提升到73%, 第三季和第四季则是微幅上升到74%。 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Jack Lai表示, 台积电近年的策略明显展现出逐步淡出低毛利制成节点, 集中资源与高附加价值制成的方向。 随着AI需求强劲增长, 台积电聚焦于3奈米及更先进节点以及先进封装的产能扩张。 在此过程中,公司正通过人力与产能重分配, 加速向先进制成与先进封装领域转移, 确保整体营运效率与获利结构的优化。 Jack Lai指出, 未来随着6英寸晶圆二厂因规模经济不足与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60%, 预计于2027年后台积电也会逐渐退出。 若未来8英寸产线无法将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升至80%以上, 也可能会再次面临结构性整合与减产。 同时, 身为台积电子公司的世界先进, 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订单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谢谢。